移民英国可以在哪里买到300万港元的楼下 又可以住近Grammar School的屋子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Aphelia 上一集就跟大家说了 全英国在哪里住最适合小朋友的家庭 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上一条片 今集会跟大家说一下 在英国哪里可以用低于300万港元的价钱 可以买到屋子又可以住在Grammar School 让你的小朋友可以享受英国的免费教育 在某些社区买屋子还有机会提供超过20%的买屋折扣 我会分成全英国每个地区 务求希望大家去到英国哪里都可以受惠 可以知道去哪个地方是最适合自己 在我跟大家分享之前 提醒大家可以like 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星期四出新片 去分享英国不同的资讯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了 我除了会跟大家分享不同地方之外 在最后我还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个人觉得哪里买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记得看到最后 首先很简单说一说什么是Grammar School 我们可以叫做文化学校 Grammar School一般是英国的公立中学 通过11岁小朋友参加的考试 我们叫做Eleven Plus来选拔学生 这个考试一般就是小朋友 在九月的时候考的 你说为什么要进入Grammar School 一般学校都可以很好 没错 但是为什么这么受欢迎Grammar School 就是因为它一般的学术成绩 都是比一般学校为好 在全国的排名 Grammar School都是排很高的 英国人都知道 普通Grammar School 跟私校都差不多分别 如果你小朋友考到的话 都会鼓励他考Grammar School Grammar School的详细情况 就不和大家说那么多了 今集最主要讲一下 究竟在哪里买楼是又便宜 又可以接近Grammar School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Grammar School的详细资料 我都可以拍多条片详细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留言 反而要留意的是 Wales和Scotland 都是没有Grammar School的 没听错是没有的 如果你想自己入读Grammar School的话 大部分都会在英国里面 又或者69间在Northern Ireland 英国里面有164间的Grammar School 你知道一般好的学校隔离 那些屋一定很贵 为什么住在Grammar School隔离 都可以用300万都不用的 价钱可以买得到 因为大部分的Grammar School 都不会因为你住得近而收生 反而是看你的成绩而定 所以你申请Grammar School 就不需要申请你个区的Grammar School 你可以申请隔离区甚至远一点 很多人住在Kent 就申请London的Grammar School 又或者你住London里面 也可以去Kent的Grammar School 也是因为没有Cashman的原因 很多在Grammar School隔离的房屋 都不会被人炒高了 反而还有机会买得便宜了 之前Savis做了一个研究 就说全英国有文化学校的95个地区里面 5分之3里面的地区 都是比当地政府的平均房价为便宜的 还有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就是 现在暂时Grammar School都没有Cashman 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 将来有机会会变 可能会有Cashman 所以如果现在你可以买定 一间屋在Grammar School的阻禁 到时就有机会会升很多了 说了这么久 终于说到气浴 就是说一下究竟在哪里买房 根据Savis的统计 在英国中部的West Midlands Bermingham的南边 有一个地方叫做King's Heath 这里的平均楼价26万英镑 King's Heath有两间Grammar School 一间是King Edward VI Camhill School for Boys 另一间是女校 King Edward VI Camhill School for Girls 上年到这间学校就介绍了Cashman Area 所以它的楼价就会昂贵了 如果你想入读两间的Grammar School 你可以去Moseley Bartley Green 或者Hansworth那里住 他们一般的平均楼价 都是20多万左右的 East Midlands方面 Lincolnshire有10间Grammar School 附近有Grammar School 便宜过300万的楼价的地区 有Born Caster Spalding Sleaford Horn Castle Low 以及Grantum Grantum是最划算的 你可以便宜24.6% Grantum的平均楼价是20万英镑 它有什么Grammar School呢 一间叫做The King School 是男校 另外一间叫做The Cast Even and Grantum Girl School 是女校 刚才说另一个城市叫Sleaford 那里有一间叫Cars Grammar School for Boys 另外一间女校Cast Even and Sleaford High School 女校到16岁 然后6号就是男女校 这里的平均楼价是22万英镑 比一般的Local Authority 是平12%左右 英国的西南边 Southwest有什么呢 你可以去Devon 或者Gloster 尤其是Plymouth Plymouth有三间Grammar School 一间Devonport High School for Boys Devonport High School for Girls 还有Plymouth High School for Girls 这里Plymouth的平均楼价是20万英镑 一般是比其他地区的10%左右 Torkey都有两间Grammar School 一间Torkey Grammar School for Boys 另外一间Torkey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 这里Torkey的平均楼价是26万英镑 Torkey是一个海边的城镇 亦是很適合退休人士一家大小居住的 另外Gloster也是很出名的 有很多好学校的地区 有四间Grammar School 一间Denmark Road High School for Girls 一间是Cowett 男女校Saint Thomas Ridge School 就是北面一点 Gloster的平均楼价是25万英镑 英国的东南边又如何呢 Cent 大家很熟悉 我介绍过很多次 大家知不知道Cent 有12间Grammar School 都是在一些比较便宜的位置 可以用30万楼下买到 而三间Grammar School在Chatham 一间Ford Pitt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 一间Holcombe Grammar School for Boys 一间Chatham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 都是在Chatham里面 这里Chatham的楼价是28万英镑 而在隔离Town Rochester 这里的平均楼价是28万英镑 有一间Rochester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 一间Saint Joseph Williamson's Mathematical School for Boys 另外有什么Cent 区域可以用30万英镑 楼下可以买到Grammar School旁边的屋 包括有Ashford Sittingborn Dover 以及Rainham 我自己个人觉得Ashford的性价比都是高的 我自己都十分喜欢 因为它便宜得来 也交通很方便 去欧洲其他不同地方之余 入伦敦也很方便 因为它有一个Ashford International 里面也有两间Grammar School 英国的西北边又如何呢 说到很多人都会去的地方 去Manchester Manchester里面的Tratford 有两个地方都可以用300万港元 楼下可以买到Grammar School旁边 包括有Stratford 它的平均楼价是29万英镑 有一间Grammar School是男女校 叫Stratford Grammar 旁边的Ermston 也有一间男女的Grammar School 叫做Ermston Grammar School 这里的平均楼价是29万英镑 英国的西北离开曼城会再便宜一点 Lancashire的Clitheroe 有一间叫做Clitheroe Royal Grammar School 在这边买屋只需要23万英镑 除了这个地区之外 Penruth在Cumbria 21万平均楼价 Liverpool里面的Wavertree 也有一间Grammar School 这里的平均楼价是20万英镑 说了这么多地区之后 都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这么多的区域里面 我自己个人觉得 哪个性价比是高的 在哪里买最好的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很好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Cairns 南边来说 性价比很高 因为Cairns 里面 大部分都是漂亮的区域 配素做得好之外 天气也会暖一点 我刚才说了 Asheford 里面 入围是30万英镑 就可以买到近Grammar School 另外我之前介绍过的 Cairns 平区 例如Canterbury那边也很不错 除了Cairns 之外 如果我选中部的话 我就会选Gloucestershire 还有Devon 刚才也有说过几间Grammar School 他们那边的天气和环境都很漂亮 而且学校都很不错 所以说就算资金不够 都可以住得好 留隔十位 之余还可以去找到好的学校在附近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就记住like、subscribe 和隔壁的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